其实一个普通家庭 几个孩子已经够让家长头疼的 但是我们这白菜爸爸 他的学校经历了800多个孩子 我们想象一下 这作为一个大家庭的家长得多辛苦 接下来我们想听您跟大家念叨念叨 把时间交给您 有请主角石清华 大家好 我是北京关爱学校校长 石清华 我还是800多个孩子的白菜爸爸 很多人问我 放得安稳的日子不过 收留这些流浪的孩子干什么 拉哈德从20年前 一场意外的四顾说起 1997年 一天的中午 我和妻子像往常一样 吃过饭 回到卧室 突然轰的一声响 我们家的卧室的墙壁 瞬间倒塌 一股热浪冲进我们的房间 房屋一片火海 我不知道我们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 经历这么大的灾难 我们家的三口的性命 总算保住了 但是 美意的妻子 被严重毁荣 满脸的疤痕 就像一个面具一样 扣在她的脸上 严幼的儿子 只有两岁 被烧得 没有一点好皮肤 就连吃饭 都要靠导管进食 不但如此 我的妻子 还患上了 精神分裂症 我唯一的想法就是 一定要治好 自己妻子和孩子的病 于是我变卖家产 东罗西界 抽了几万块钱 带到妻子 来到北京治病 没想到 经历几次手术后 没钱了 医院的吹款单 就像飘来的雪花一样 吹着我们要钱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出院了 我拉着妻子 来到医院的墙角 摸完身上 所有的十元五元 就连一脚的钢瓣 都凑在一起 身上仅有 237元 这是我身上 所有的家当 我的手紧紧地握着 这一把零钱 我害怕极了 我不知道 未来的路在哪里 我也不晓得 今天晚上 我和我的妻子 孩子该住在什么地方 我更不敢想 这一点点零钱 能给自己的孩子 能换几次药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